阿朗 她是阿朗 在日頭她是地盤工人 去到晚上就變身做光繪師 一部相機再加上電筒 去到她的手上就變成了這些光繪作品 最特別的是阿朗的作品 為香港人的家庭穩層定格 本身在建築工人 地盤主要做一些釘板的工作 主要是一些落石屍的武具 要做一些用木板做出來 為何會做光繪呢 其實因為我是先做光繪 然後為了家庭才會入行做建築工人 阿朗曾經和朋友開始光繪製作公司 後來一位小女兒出生 想照顧家庭而防低了 直到去年 有個朋友叫我 知道我本身是做光繪的 他搞了一個有關子親活動 讓家人一起去體驗一下 什麼是Light painting 那次活動我見到 原來一家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玩的 可以是嘻嘻哈哈 那個火花是可以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 原來其實Light painting 可以做到更有意義 於是阿朗和一班耳工朋友 成立了社企光合作用 幫社區組織等等的地方 提供非牟利的光繪社區活動 促進家庭關係 我們主要會透過一些工作方 中間設計了一個遊戲 叫做光繪插插插插插 用電筒用光繪的方式來進行 我們就給了一個 遲餘一家人 一個雙層巴士 這家人一起去溝通 誰畫輪 誰畫窗 誰畫車框 最後他們畫完之後 還可以一起扮模型椅 坐在這裡扮巴士 扮坐車 非常之有趣 溝通的亮度是非常之多的 有一次很難忘的經歷 有一次扮工作坊 是有關小朋友的夢想的 畫完出來 我就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小朋友 彈了一個很大的鋼琴 然後爸爸媽媽 就在下面幫他畫音符 畫一些旋律 那個環境是沒有一個很大的琴 那個琴是哪裡來的 我原來是帶來一個很小的琴 用一個角度的方法 就借位變了一個很大的鋼琴 那時候就覺得 小朋友的創造力 真的非常之震撼 最近阿朗入選了 金森筆做機械人鹽夢計劃 將光繪帶入香港人的家 之前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很長時間在家 要想些什麼活動給小朋友玩 都想到很頭癢 所以我就想著 和我的女兒一起拍一些 有關親子教學的影片 譬如用什麼相機會好些 小朋友玩的時候 有什麼安全要注意 譬如不要怎樣射到眼的方法 而之後我們會設計一些 親子玩的遊戲 可以去玩一下寫字 玩一下認顏色 認圖案 在一個小朋友玩光繪的過程 他需要在一個憑空的空間裡 用電筒畫一些線條出來 他一邊畫一邊想 那個過程 其實已經慢慢協調 他的手和路動作的機能 一般人都會覺得 Light Training 是一個需要很多工具 才可以做到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的 我們會主張用一些很貼地 大家很生活化都可以買到 譬如我會在家裡 玩一些可以散光 可以聚到光的物件 譬如奶瓶 或者是波波池的波波 或者一些水瓶 去upcycle一些有趣的光鬼工具 一起做創作 親子的小貼士就是 你讓它自己發揮 那你從旁就陪它玩 我覺得已經是很開心的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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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